今天我身處於坑口的一個商場 會做一個叫做沖咖啡和派咖啡的一個行為 其實因為今天算是一個叫做白色情人節的一個節日 所以希望今天也可以帶給大家一種甜 無論大家有沒有情人也好 也希望藉著今天這個時機可以和大家有一個互動 也藉著這個時機去多謝我的各位粉絲 一起去之前透光者的這首新歌 也好像知道昨天還是今天已經破了100萬的觀看次數 所以很多謝大家 其實我自己沒有學過沖咖啡 但如果我日常會做事的話 我都會可能早上喝少許的咖啡 因為它可以提神 還有有時候之前去看中醫 它就說我的血液走得比較慢 所以喝咖啡可以促進一下血液的一個循環 所以我也會喝少許 但我就不會喝很多 其實我沒有咖啡機 所以就買了一些可能可以職用的咖啡 就會沖少許來喝 但因為沒有咖啡機 所以我就沒有玩過沖咖啡 所以這次就藉著今天可以學一下沖咖啡這個技能 其實這一陣子沒有我想像之中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說我希望可以每天做到運動 然後又希望自己可以每天可以練到歌 但練歌這件事其實都有做的 但未必運動是如自己期望那般理想 因為有很多種種因素加起來 就未必可以做到那時候自己想要做到的一個效果 但藉著這幾天 那些東西都慢慢安頓好之後 就希望自己都可以真的把握這段的時日去做好它 沒錯 我覺得這個都算是一種安排 例如在一個短的時間內怎樣可以盡快去收拾 又是另外一件需要學習的課題 飲食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因為以前自己會比較注重吃東西 但我發現其實現在最主要開心就OK 而且自自然然有時候自己狀態未必是很好 或者要唱歌的時候我自己都會控制一下 所以在不用唱歌之前我就盡量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但當一定要做事的時候我都會 不只買身體的機能就會沒什麼胃口又不想吃 所以我就沒有太大去控制自己飲食上的行為 其實有的 粉絲們在社交媒體都有建議過我一些嘉賓的人選 我也有去觀看的 但是有些嘉賓其實就是沒有在他們的list裡面的 希望到時候可以給大家一個驚喜 但開完演唱會最想做的一件事 我想可能就是在家裡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特別想做的事 或者特別不想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在家裡也不錯 因為其實我本人不是一個喜歡逛街的人 所以我覺得在家裡可以休息一下 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 我覺得已經非常之好